哦 翻牌A52 哎 火星哥拿到两对 胜率只有11% 欢迎来到大鹏的州 今天我们带来哈斯拉娱乐场Cash Game 它上到盲楼级别是50 100 200刀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 Andy 哈迈克威拿到了A圈童话 开始加注到600刀 Andy的加注尺度在这张桌子上算小的了 专闻选手拿到了10 10 这手牌可以打出一个300刀 300到3200刀 回到Andy 这手牌可靠 可race 都是没问题的 想一下选择了靠 打得很稳健 翻牌A3A Andy拿到一个顶三条 在前卫很快地选择了过牌 三位选手都空一条街 转牌一张草花7 Andy的胜率攀升到97% 再不打的话没价值了 在前卫继续过牌 我们来看卡洛夫选手 他拿到了一个两队 主动下注 只打了300刀 这个和没打差不多 我们来看专闻选手的试试 从他的角度来看 相当于是翻后两位选手连过两条件 那手上带A的组合是不多的 倒是有一个抽花的组合 如果是抽花的组合 面对有攻队的面 不主动领打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专闻选手 加注到1600刀 回到Andy 这手牌不能认为是一加打一加加注 你只能认为是一加主动下注 看要不要加注 Andy加注出来 加注到4300 中位选手负料到庄位的试试 这个几乎是气不掉的 Andy还是有很多抽花 做出加注的组合 如果是一个带A的组合 合牌的话 初十也是可以反超的 也就是说 即使落后是有追的 想一下选得了靠 彩时来到了19,050刀 我们来看一张合牌 有没有试 合牌一张草花舞 白牌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我们来看Andy 从他的角度来看 对手如果是一个破产抽花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如果对手是一个守队 或者是带A 若踢脚 那还可以支付一条件 主动下注1万1 我们来看庄位选手 这个实时只能去抓鸡 想一下负料 Andy成功收持 两出底牌 这手牌打得非常潇洒 Andy也确实有耐心 这个中牌率也是可以的 Andy枪口加1位 拿到了99 加注到600刀 枪口加2位选手的A6同花 选择了靠 Ijack为选手2 也靠 专位选手的实时 也来 没人打出三败的 火星哥3B位的A5杂色 A5杂色和A5同花差好多啊 这个牌也是选择了靠 前来看一下 哦 翻牌A52 火星哥拿到两队 胜率只有11% Ijack为选手的R拿到了一个按三条 胜率64% 这手牌火星哥有点冤家了 他在一个3B位 然后所有选手都是一加打 所有选手都只是选择了靠 他400刀看翻后很划算啊 这里跟住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翻后还拿到一个顶两队 按三条面对下注 只是选择了靠 他再慢打到装位的实时 一加打一加靠 这个事实就不在了 爆料 到火星哥 这个翻牌面是出了天顺面 但是没有出任何抽花的组合 也没有出任何的攻队 这个顶两队还是挺大的 火星哥这里加注是一个更保守的打法 加注到4600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将面临一个巨大的灾难 这个枪口加二位选手 还不断的选择靠在带培率 我们来看这个R 这是一个底赛 他要考虑一个问题 对手如果是一个A差 面对三拜的能否支付啊 那想一下还是选择了靠 连靠两次这个下注啊 非常像一个听牌 或者是中等牌力 比如说一叉弱踢脚 转牌一张K 我们来看火星哥 翻前一加加注 所有选手都是选择了靠 没有人打出三拜的 那手牌范围几乎是没有AK的 那火星哥的两队还是很大 如果他认为自己是领先的 需要主动下注保护自己的成熟牌 因为转牌发出红星K以后 牌面是出了听花听顺了 他需要让听花听顺 付出一点代价 下注八千刀 这个枪口加二位选手 真的是鱼啊 还在靠 还在靠 他有啥呀 哦 转牌发出一张红星K啊 他的牌变成了一个带顶队 抽A花了 抱歉啊 这个有资格选择靠 我们来看这个二要加注了 加注以后其他选手都笑了 因为在番后一条街 他是面对下注选择靠 面对加注依然选择靠 转牌这条街突然零打出来 而且转牌发出红星K啊 所有的抽牌都没有任何击中 这个加注还是冲着翻牌圈去加注的 我们来看火星哥 火星哥的A5真的是很难受啊 这手牌有点无望之灾 能气掉吗 如果很艰难的选择气牌 我觉得这手牌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转牌发出一张红星K以后 有太多的抽花抽顺的灵打了 尤其是花顺双抽的灵打 我们来看有没有花顺双抽啊 也是有的 或者是再极端一点 有这个带顺抽花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看火星哥 这手牌麻烦就麻烦在于 如果对手是一个成熟的顺子 这个A5落后也是有追的 合牌还有四张补牌 能够补成葫芦 但是这个赔率是不太够的 如果Hijack为选手拿到了三四 翻前苟进来 翻后拿到一个天顺 面对下注选择靠 面对加注选择靠 转牌发出红星K 牌面是出了这个抽大花和大顺 一家打一家靠的心花下 打出一个加注 保护自己的成熟牌 故事也是讲得很通顺的 但是火星哥 气不掉 我们来看怎么处理的 三百出来 这个三百尺度让Hijack为选手 欣喜若狂 他可以直接凹印了 我们来看枪口加二位选手 带顶队抽坚果花 他会不会主动领推 他主动领推 Hijack为选手选择靠的话 这火星哥也有点套匙了 他也气不掉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三百打的真的是不太好 哎呦 这手牌搞不好 转牌圈要三位选手同时all in了 枪口加二位选手 不管怎么打 Hijack为选手都是要推了 这位选手确实在过往的表现中也是比较鱼 有啥说啥 中国老板们都是说他是鱼 用中文说 他还听不懂 带顶队抽坚果花 推的话也是没问题 底池里面有很多死钱了 光铜花的补牌有9张 这个胜率是18% 那也就是接近20%啊 还有一个小概率的抽A 也是能收持的 而且他这个顶队 打到现在的话 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落后的牌 虽然说大概率也是不领先啊 但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落后的牌 想一下推掉 那Hijack为选手的行动路线就变得简单了 演一下 靠就可以了 这个22输什么 只输更大的案三条 想一下推掉 火星哥这个三败他 一家都没打掉 那这个没啥好选的了 火星哥肯定要靠了 3950刀 就直接靠了 138100刀的彩石 3000多刀就靠啊 这个肯定是弃不掉的 所以说 就是三位选手看盒牌了 这位选手怎么离场了 那这个彩石最终将定格在16万刀以上了 那火星哥是不可能负掉的 现在再确认一下三方的筹码量 这手牌在转牌圈打得好突然 就是说火星哥面对这个家住啊 一般来讲靠或者是负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突然打出一个300的 把自己给打套匙了 这样的话 真的是没办法 想一下选择了靠 彩石来到了162,800刀 我们来看一张盒牌 火星哥需要看到 A和5拿到葫芦实现反超 那中位选手的A6需要看到 红心 拿到铜花实现反超 其他的牌啊都是哈借克会选手的 三条 收持 大家有没有协商跑两次或者是三次呢 马略要录这个视频了 很专业啊 还拿一个单反 确实啊 他的牌是明赛 这个牌如果我是火星哥和这个中位选手 我会要求跑一次 因为奥斯太少了 跑两次 跑三次的话肯定发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张盒牌 盒牌一张红心钩 哇 这个鱼竟然收持了 马略翻三番 一手牌很有可能上水了 收下这个162,800刀的彩石 这个22太难受了 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推出去以后 有一个翻三番的机会 但是没发出来 而且还是跑一次 这个时候扑克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的游戏 这个枪口加入位选手的A6啊 他真的是输了一整场 一整场都在不断的 re-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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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的也是很鱼 这手牌也是做出了一个负一位的决策啊 他胜率20%多 直接推掉 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是就是发出来了 这个你就得接受 这个你就得接受 你就是打不掉他 这个牌讲真的 在翻牌圈这个A6就应该弃掉了 这个牌翻后没有弃掉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因为翻后打的已经很激烈了 结果转牌是拿到了一个顶队 抽坚果花 那没有弃牌 我觉得OK啊 直接推掉 盒牌给一张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马量情况最多的是安迪 28万06百刀 Wesley是20万刀 那马量最少的 只有31850刀 这个是马量情况 不是盈利情况 VPIP最高的是这条鱼 66% 第二是45% 尼凯尔报是39% Wesley是35% 最紧的安迪只有27% 加注情况 马量度是27% Wesley25% 安迪是18% 最紧的只有3% 那几乎是从不加注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这个系列的盈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 尼凯尔报 52,775刀 排名第二的是 514,400刀 安迪是30,600刀 输最多的是 火星哥 85,875刀 其实啊 就是最后一手牌 那这个系列就结束了 咱们下个系列 再见 çok快 兄弟 那 rack 在吃 能长